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你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靠今天找來了 AI機器人 的Jerry 你怎麼了 你聽說你這個叫Stage 4 對我這個是Stage 4 Stage 5就要腰斬 Stage 5的時候就要送去台大醫院 葉克膜 葉克膜要裝上去 那我們Jerry 你沒確診吧 沒有沒有沒有 確診也不會是這樣子啦 他應該是被看到澳洲的這個 疫情看到最後脖子扭傷是嗎 受不了了 把它讓自己解決 可是澳幣好像也沒什麼掉 澳幣老實講我真的覺得他不太會掉 對啊他也沒什麼掉 但是澳 澳洲的股票股市是最近 開始往下掉 一定會一定會調整 他那個市場 對啊跌破一個點 結果我把我澳洲股票都先賣掉 我覺得不妙 對啊 一樣 你覺得相對低點 你在進場就好啦 其實股票就上上下下 那房地產什麼時候是相對低點 相對低點 我等一下來 好好好 OKOK Jerry那我們今天要介紹哪個部分 今天介紹那個墨爾本 墨爾本 對 就是超級疫區 對超級疫區 現在澳洲有一大半的確診 全部都是從那邊出來的 你敢回去嗎 現在 老實講我不敢 你的朋友在那邊過得如何 大家都 哀哀叫 哀鴻遍野 喔 而且今天 我看了今天 明明就已經lock down了 結果還 還有確診 還有一堆 而且七百多耶 哇 那怎麼搞的啊 我們還是按部就班 我們來聊聊澳洲的房地產吧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地方介紹了 那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 這個澳洲上一週的 好你來講吧 這個數字代表了什麼東西 我看起來好像Victoria不錯耶 你是看到金盤率 其實百分之十五沒錯 可是你要看到它的那個拍賣數量 一百多 實際上它已經連續兩週下降了 原本應該多少 應該兩三百 對兩三百 喔 那正常之前其實都應該要更多的 可是它已經連續兩週一直在下降了 然後 是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那個新洲還有點微幅的上升 所以 我看到昆州也微幅上升啊 昆州是上升最多的 嗯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很好理解 它private sale已經破千耶 非常好 就很正常 正常就是 因為我看之前 昆州都沒有破千 正常是要破千的 那就是因為 你那個時候看的時候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它才幾百 其實正常這三個州都要破千 ok ok 然後這一次的那個 清盤率 就是昆州是上升最高 然後 新州是微幅上揚 然後 原本昆州都是 四十幾五十這樣 對對對 所以這表示 因為昆州相對 現在它最安全的 最乖的嘛 醫生叫它 乖乖吃藥都乖乖吃藥 所以就最乖 表現最好 那 微州就已經連續兩週下降 然後加上現在又要stage4了 我看那個 那個 有一個 專門在幫人家 親 親那個Garden的 叫James Mower的 那個老闆 在墨爾本的 對 他還 他還要反抗 他說不行 他還是要繼續出去 我覺得他真的是瘋了 對啊 我覺得一個病毒來 我覺得不恐怖 但是恐怖的是一個病毒來 然後發現有很多人 很多人跟著 你的腦袋是有病的 我真的是頭很痛 真的 OKOK 好 我們就往下看 我看到它這個 北嶺地好像還不錯 33% 看起來好像有點交易的感覺 三套 三套賣一套 然後Tasmania Tasmania好像最近不錯 在下雪 它好像是唯一沒有確診的地方 它有點像那種離島 離島的地方 所以趁安全吧 OK OK 好 那今天是新聞 來 你要這個要講什麼東西 那一樣 跟大家報告 就今年以來 就目前到 從1月到現在8月 雪梨目前漲幅是2% 然後雪梨是-0.8 摩爾本 摩爾本是-0.8 然後布里斯本是-1.6 那 布里斯本真的就趕上來了 就是 新洲跟 就是雪梨跟布里斯本 一直都微幅在這樣 就是他都沒有把今年第一季 的漲幅給完全吃掉 完全吃掉 其實就是只有末爾本而已啊 那跟去年相比的話 雪梨是漲11%多 然後 末爾本是漲8%多 欸為什麼 Perth不會那麼慘啊 就一樣啊 全部副尾 Perth呢 就沒人過去啊 然後也沒有 對啊 就沒人啊 OK 而且他這樣 他沒有確診他 他還比末爾本還差 其實重點是 人是一個因素啦 但是實際上 要決定一個房市的 房價的漲幅 人是其中因素之一 但是還有很多 綜合因素需要考量 所以 這個也不能完全 就這樣子就說 為什麼 對 那 目前啦 雪梨跟布里斯本的房市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雖然有跌幅 因為我們每週每週這樣看 都是減0點幾 0點幾這樣子 還是很少了 還是很少 所以這個跌幅很小 都是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而且到今年以來都還是會是正的 所以基本上是OK的 就是 現在就是差末爾本而已 末爾本 現在就是 把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的都吃掉了 我看他到年底之前可不可以好 他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Stage 4很重要 就是 那Stage 你等一下會介紹 Stage 1 Stage 5什麼差別 OK 好啦 這個 來 你要說Stage 5 Stage 5 最希望的就是 房價 只要是腰斬 我馬上進場 是這樣子嗎 是 好 我們現在講 大家都在講說 會不會有Stage 5 哇 這個Stage 4大家就已經叫鼓連天 現在末爾本現在的Stage 4 情況是怎麼樣 每戶家庭 基本上你要出去 只有一個人可以出去採買 OK 然後你要出去運動 基本上一個小時為限 OK 現在是宵禁 晚上8點到隔天的早上 晚上8點到凌晨5點 基本上你不能出門 消禁了 現在已經 基本上算是全世界可能算最嚴格的 封城的狀態 沒有啦 事實消禁了 之前 大陸更猛啊 那是大陸啊 那不是每個 民主國家這樣已經算是很 OK 然後你外出的距離 限制 不能超過你的住家範圍 5公里以外 因為天一天還有新聞說 我跑去二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買個東西吃了不行 這樣不行喔 如果他家附近沒有咧 所以很麻煩 所以很麻煩啦 OK 好 這完全看警察自由新政啦 好 再說 現在Stage 4的封城 基本上很多行業都不能做 如果你現在在澳洲的話 你是律師嘛 你這種諮詢業這個不行啦 為什麼諮詢業不行 他就是給你 就是不行 沒有說為什麼 就是不行 OK 然後那種法律啊 會計啊 停車場啊 那種美食 food call 啊他在家裡呢 家裡做可以嗎 你在家 你在線上可以 你不能去辦公室啊 對 你就是不能出去 你不能開業 如果你是在 你都有線上的 這個就還可以 OKOK 然後這種旅行社啊 沒發美容 這個都不行 更重要包含房地產 房地產很不行 不行 所以從下禮拜那個數字就會 崩跌就會歸零了 我 理論上是要歸零 因為他不給你Usher 不給你Inspection 看房子 驗房什麼都不行 除非你有辦法在線上作業 那 很重要的問題來 那會不會 房價會不會腰斬 OK 像現在房地產就是 房地產活動也停止了嘛 你連建築 就是工地啦 蓋房子 蓋房子 基本上你還沒動工的 你不能動工 你已經有動工的 你的 你如果裡面有人有 疑似確診 你基本上你這個就是 不能停工 你不可以做 那如果是正常的 你要縮減 大概變成四分之一 就是比如說這個工地 有100個人在工作 現在不行了 你只能縮減到 25個人去做 那縮減成25個人 實際上 很慢 幾乎跟停工差不多了 很慢 你幾乎做不了事情了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它會讓這個 供給量很明顯的 出現斷層 像我們現在在賣 新洲跟昆洲 感覺不出來 摸摸本很明顯 就是我們現在在推的 線房 基本上就剩這幾個了 那 像我們之前有提過的一些 預售屋啊 原本可能兩年可以蓋好 現在這個一下去 我大概都抓這個 可能三年才蓋的好了 OK 所以很明顯的 它在明年一定會出現斷層 很多客人在跟我們問說 有沒有剛好明年交房 其實我們都講不太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有感覺 所以要買的話 可能選擇其他地方會比較好 看你原本就要買哪邊 如果你是已經原本 計畫要去摸摸本的 其實現在就是你唯一的機會了 因為明年的新房供應 肯定會出現斷層 這是我的理解 然後 至於你說 房價會不會腰斬 我們回到 其實我們 上一集我們有提到 QE啊 QE的情況之下 資金氾濫 錢會流到 股市 會流 最後會流到房市 所以你剛剛說 股市上上下下 很正常 因為資金它就開始在流動 這些錢到最後還是會怎樣 會流到房市 現在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看到它下 可是它回去的時候 資金又回來的時候 它就是又上去 又跑上去了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個 目前澳洲的人口 是真的代表真的流失了嗎 其實我也不這麼認為 現在是因為過不去 對對對 游客我進不去 對 學生我也進不去 對 TR你也不給我來 然後PR的人不敢回家 對啊 所以 所以是 人口不是 在講我嗎 不只是我好不好 所以人口不是真的流失啊 是這些人被暫停 他不能進去啊 那因為你這疫情沒有控制好 誰敢 誰敢做這種人口流動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 其實需求 人在啊 只是因為現在 疫情的關係 強迫把它給暫停 今天如果 像 下半年好了 如果 現在Morgan 情況最差 如果他有辦法 這一次Stage 4 好好把他給控制住 甚至Stage 5 也在所不遲 把他給停住 完全把他冰冬起來 乖乖的在家 去 讓冰冰都不要擴散 等到明年 我認為會有一個 暴富的人口回流 是啦 該去的遊客 學生 TR PR 全部回去的時候 這個 需求就 就跑出來了 可是那個供給 有沒有變少 供給其實明顯變少 其實不要說莫爾本 其實 新州跟昆州的供給量 其實也有明顯變少 沒有像莫爾本那麼明顯 因為現在莫爾本 如果現在又 給你房地產 你建築工都不能做的話 很明顯的斷層 這個原本兩年蓋好的東西 就會變三年 這全部都是當地的嗎 買的比較多 基本上是啊 因為你海外的 你過去 看不掉東西 很多客人就是一直問說 我現在我又 沒辦法過去看房怎麼辦 我說我也沒辦法啊 因為真的就是過不去 我們頂多就是 請adger幫你拍視頻 不過當然 我們之前成交也有 就是客人沒有過去 直接就成交就有 這其實一直 澳洲房地產的成交是很方便的 你線上作業都可以搞定 但是我們可以體諒 客人的相反 他不會寄合約過來 就E-mail就算了 E-mail就成立 因為都是雙方的律師去 搞定的 去搞定的嘛 都是透過律師的沒有 都有吸吸附件 所以這個安全性都很高 所以 像這樣子的疫情 如果有辦法 墨歐本今年底 把他受到控制 其實正常而言 現在是墨歐本的淡季 因為天氣冷 所以傳統的淡季是現在 然後加上現在Stage 4 又把他給整個冰凍起來的話 其實我甚至自視的認為 他應該冰越久越好 冰到他可以 火 維持 不然的話 你一直這樣上上下下 你完完全全就是 沒有啊 會有疫苗啊 最好 我覺得疫苗快出來了啦 但是你還是要有最壞的打算 萬一真的沒有疫苗呢 你得想辦法 要想辦法讓這個病毒消失 你就是至少要先隔離 就是不要讓它傳播出去 那有疫苗當然是最好 對啦 但是你現在疫情 每天都幾百幾百 我認為墨歐本的醫療體系 基本上是撐不住 可能新聞沒有報啦 可能已經炸了啦 我個人感覺 對啊因為我們很正常的思維去理解 這樣刷下去幾千人啊 怎麼可能塞進去啊 對啊 你醫護人員 你有那麼多 有辦法照顧嗎 對啊 我認為其實已經非常的緊張了啦 那你不強迫這樣子 整個給消禁下來 你真的就是長痛不如短痛 真的就是這樣最快 現在可能怕後面的那個死亡數字 開始增加了 就麻煩了 增加是 我也覺得一定會增加啊 但是 這 就長痛不如短痛 你就是 就是乖乖聽話吃藥都不要 你就是要給你擋啊 追求手術 真的這不行 真的就是送到台大醫院 葉克膜撞上去 就是這樣 要想辦法把你救到我 你只有這樣子 你經濟才會辦法活 不然你什麼東西你都不用講 唉這個也是沒辦法 好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地方 可以是喔 阿爾巴伯克 OK 阿爾巴伯克 他的油邊是Victoria3206 看起來很漂亮耶 後面還有湖喔 阿爾巴伯克他就是一個湖阿 這是亞拉RIVER嗎 不是不是 他就是Elbeau Park就是那個湖 OK 他本身就是那個F1的賽車 你看到那個環湖 OKOKOK就是那個湖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那個 全球最漂亮的F1賽車跑道 所以他也在Paul Phillip Bay旁邊耶 是啊 就是都相對的 那會不會很冷啊 冬天一定很冷吧 冬天是會冷啦 在海灣邊 可是那邊冬天真的還是有人在那邊跑步 那是啦 那個外國人很愛跑步 對在澳洲其實我發現他們真的很愛跑步 然後 在這個Elbeau Park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 那邊就是那種很多足球 你看他這樣子 這個Elbeau Park很大 然後很多小的足球場 然後還有高爾夫球場 你可以去那邊打高爾夫球 哦 不錯喔 然後墨爾本運動中心也在那邊 很多好吃好玩都在那附近 欸他跟Sankyota是比較近啊 Sankyota路就是在隔壁啊 就在那邊是不是 就是隔壁 我沒有住在Melbourne 但是我記得Sankyota就在 就是這條路是Sankyota 然後這邊就是Ever Park OKOK 所以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比較熟 沒有沒有 一樣 OK那邊那邊房子看起來蠻貴的 隨便一個都兩百萬啊 這個還不上前幾 你如果剛剛往上拉的話 他旁邊有個Middle Park Middle Park才是 這邊往下 你看到 有沒有個Middle Park Middle Park 他旁邊這個 Middle Park這個基本上就是 更貴啊 更貴 就是墨爾本 就維州排前五名貴的區的 這可能景是Torac幾名而已 前五名排得上 不過應該很漂亮啦 如果有那個景 那裡有很多那種維多利亞時期建築的 喔 光是那個房子就超值錢的 那個不要說地 光是那個房子就很值錢 不得了 那那地方怎麼還會有人租啊 這麼貴耶 七百八一個禮拜 那裡其實那裡很 三房九百多 四房千多一個禮拜 那怎麼租啊 可是那裡住的真的蠻舒服的 真的嗎 真的是有錢人 有錢人 我是覺得蠻有錢的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在 在那邊然後就是有一個屋主 他是 他真的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猶太人的後裔 就是他 他小時候被關在集中營的 他是 倖存者 然後他住在墨爾本 住在那邊 然後我去看他們的房子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估價嘛 要賣嘛 然後 我就是第一次感覺到 哇這房子就是 古典 很有歷史味道 因為他放了很多那個時期的照片 跟文獻書籍 然後你感覺到那種 到集中營嗎 不是啦 你到那種好像圖書館 還是 到那種博物館 你會覺得 哇這裡好珍貴 我以為你要說 到那邊好像到集中營一樣 不是 然後就那邊的紙 就是感覺讓你 居住起來就很有feu這樣子 OKOK 我們看一下他的公寓 公寓的話 哇 隨便給他91萬 平均 這也是 房中架啊 喔 那他這邊的底脈 哇很多耶 對啊 底脈很高耶 對啊 所以這邊 供給很少 然後我們今天要講 那邊就是應該剛好有客人在問 然後也勾起了我的回憶 哇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介紹 這邊的房子了 這看起來超漂亮超美 因為這個Ever Park 它就是 就是那個高爾夫球場 你看到 是高爾夫球場 這有點像 那區段 紐約的中央公園那種感覺 有點有點 然後你看到旁邊那條 那條Queen's Row 短短的 就大概可能一公里左右吧 那邊的房子 很多項目是不賣給外國人的 那這個項目 我們現在看是什麼東西 是一個公寓 對 是個公寓 就是旁邊這一個 亮亮的這一個 喔在這邊 對 然後剛好客人在說他之前 親戚住在Queen's Row 才出來想說 喔 我好久沒有介紹這邊的房子 我就介紹這個 因為它正面就可以看到 整個漂亮的環湖公園 就是這一個房子 對 好漂亮喔 然後有video你也可以幫忙看 還是什麼 不然你就繼續翻 我看看有沒有 有film嗎 應該是 就 因為它本身就是靠近那個 Sankyota Beach 跟那個 Ever Park 然後這個是很珍貴的路段 然後它也很靠近就是 你如果要在那邊的商圈也可以 但是它也很靠近我們之前 靠介紹那個 South Sierra那個 就在旁邊 對 所以它那個 那個Chapel Street 有點類似我們的 忠孝東路商圈 所以這個都是很重要的商圈公園 都在這邊 所以你剛剛會看到 怎麼房價這麼高 因為這邊就是很珍貴的路段 然後你剛剛提到那個 Sankyota Road 那邊的電車就是很方便 讓你直達到市中心 電車它已經是 每一站每一站都停了 那要多久 你到市中心也才15分鐘 那很快啊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自己騎腳踏車 你可能大概5分鐘 你就到市中心 我覺得其實澳洲這種交通都很方便 不像 不像在亞洲城市 比如像我們現在在大台北 去一個地方都 沒有半個鐘頭40分鐘到不了 其實沒有多遠 其實沒有 重點都是怕塞車 那像澳洲它其實如果就是這種電車捷運 也許現在澳洲開始都要一直做捷運 昆州也不理事本也是要做捷運嘛 這些東西就是讓我們更方便的話其實很好 然後它這個是 這個項目是 也很靠近那個 Road Lava這個澳網公開賽 所以你知道你要看 這個超好看的 超爽的 超 坐在頂樓可以看到嗎 沒有沒有那個頂樓看不到 OK 這個Penhouse頂樓 很快其實就賣掉了 這個17樓高 然後現在目前剩下就15樓以下 因為1617很快就被預訂了 就已經成交了 那個就直接就看不到 所以16是最頂 對它17樓最頂 那那個Penhouse多少錢啊 800多萬 哇 OK 重點是 你想買買不到 無方 你要買買不到 好 然後現在目前 它那個是24小時頂樓看就是這樣子 就你剛剛看到這樣子 OK 然後24小時的一個門房管家 就很像你在那種中央公園 就是有一個那種管家的那種公寓 然後 1到5房都有 那1房已經沒有了 用搶的就搶 1房已經沒有了 它1到5房 就是等於是1樓到Penhouse這樣子 那 目前剩下我看的那個房價表的房源 是從70幾萬到600多萬這樣子 所以它大大小小的 那70幾萬是什麼樣的 就2房 OK 對 2房1位 帶車位 那車位是一個 一定都一個 至少是一個 OK 那你有的單位是有配兩個車位的 就完全看它的搭配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圖片 這個應該是比較低樓層的 對 它還給一個院子 對 就是它的那個 那個1樓 那像這個還有嗎 要看一下房價表 我不確定 這應該會比較貴齁 對會比較貴 OKOK 不過像這裡的房子 其實就是越高越值錢 所以它一開賣 其實頂樓16 就是Penhouse 直接像這個 就頂樓很快就賣掉了 這個就是Penhouse了 800多萬 對 哇還有自己的用詞 是的 然後你就是看那個環湖公園 你剛剛看到那個 哇這真的太爽了 這個就是 也是 就金字塔頂端的人在住著 真的沒辦法 因為這地段很珍貴的 那像我們看到這個游泳池是 這公用的 這是公用的 OKOKOK 然後就是70幾萬到600多萬 選擇性很多啦 但是基本上就是 可以讓你看到 Airboard Park 這個漂亮的美景 當然就是會比較貴 但是我目前是有看到一個 就是兩房兩位帶車位 然後格局不錯 那個大概差不多150幾萬 OK 目前看到 我看到 還是很貴喔 好的然後最便宜 就突然感覺到 這個如果Penhouse 800萬 腰斬 我還是買不起 可是其實 你如果認真想一想 其實你剛剛說到最低點 其實我認為其實前兩三個月 其實就是澳洲房價最低點 是啦 因為還有匯率的關係 對啊還有匯率 但是現在匯率 不知道耶 要再繼續看下去 可是我覺得匯率基本上 就停在這邊 應該不會 所以 我認為下去的機會很大 對啊 因為我們平心而論 你看從以前30到之前最低點17 它平均來看 其實我們正常可以接受它的範圍 大概對台幣啦 應該差不多24、25 它24、25停很久了耶 那有客人問到說 這個澳幣起伏很大 我說不是澳幣起伏很大 是現在讓你等到澳幣低點 嗯 否則這麼解讀 因為之前都不太變啦 之前一直 好幾年啦 對啊 已經好幾年了 所以它的平均只是在那邊的 那 讓你看到16、7點 這人的很正常心態 你想 哇還會不會再跌 加上現在房市 你想說 還會不會再跌 實際上 你再猶豫不覺得 再覺得它還會再跌這個時間 它大概就是相對低點 對啊 所以如果你把錢先換好 趕快找Jerry就對了 拜託了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Video啦 那感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下週見 謝謝 掰掰